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不闻到之后会偷偷取笑他 有损他森林之王的威严 于是他召集了三个顾问 想听听他们的意见 狮子先对羊说 你闻闻看 我的嘴是不是有股臭味 羊走上前去 仔细地闻了闻 对狮子说 是的 闻起来真的好臭啊 你好大的胆子 竟敢说我臭 狮子恼羞成怒 张开大嘴 一口咬断了羊的脖子 接着 狮子对狼说 现在往里来闻闻看 是不是真的有臭味 看见了羊的遭遇 狼吓得胆战心惊 边发抖边走进狮子的身旁 假装闻了底下说 报报报报报告大王 我什么也没有闻到 什么 明明明有股怪味 你却说闻不到 难道你想欺骗我 说完 狮子又张开大嘴 在狼的身上狠狠地咬了几口 狮子转过头 对狐狸说 现在轮到你了 快老实告诉我 到底有没有闻到臭味 看着死去的羊 还有满身是伤的狼 狐狸迟疑了一会儿 不敢轻易发言 生怕自己也遭遇到 和它们一样的下场 狐狸狡猾地说 报告大王 真是不凑巧 我这几天正好感冒了 鼻子闻不到任何的味道 话说到一半 还装模作样地打了几个喷嚏 狮子没有理由惩罚狐狸 只好把它给放了 小朋友想想看 为什么有些话不能直接说出来呢 因为说话要看场合 比如说 比如说参加婚礼 或者是去探病的时候 乱说话 或者是乱开玩笑 都是不礼貌的行为哦 小朋友 今天的晚安故事 就到这里啰 晚安 亲爱的宝贝 祝你有个好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